好,歡迎回到一隻大午,我是DK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 電影不可能的任務 湯姆克夫是用錘調的方式進入CIA的總部竊取了機密 而這個男人竟然用一種極其不可思議的方式 倒走了銀行的金庫9000萬 最後還隱藏一個大謎團 那這次的資料是我到圖書館尋找舊報紙 其中要感謝報時光的協助 大家可以去報時光看他們的懷舊老照片 我找到這個被塵封已久的事件 當年是轟動一時的被放在報紙的頭版 如果你加入議測檔案的會員 可以看到更多離奇的案件的介紹 好,那我們就開始講這個事件了 時間就回到了1994年12月2日 高雄市九如二路華南銀行 遭到兩名蒙面人奪走了700萬元 那你從這個新聞就可以得知 那是一個極微混亂的年代 就在四天後同樣是華南銀行的大道成分行 流信箱裡一早上班 他就例行公事輸入金庫的密碼 進入以後眼前的警箱讓他嚇得目瞪口袋 金布內褲的牆上被鑽開一個黑漆漆的小洞 天花板的紅外線監視警報系統的電線也遭到破壞 放在角落的現金櫃鐵門被敲開 原來裡面存放著1億元的現金 經過仔細清典以後發現被偷走9159萬元 全部都是千元鈔票不翼而非 留在櫃子沒拿走的是數百萬元的500元 100元50元的鈔票與銀幣 就是比較重的它是留在那邊的 那其中消失的9000萬 有部分是聯號行潮 大同警分局刑事組接到報案 也聯絡了台北刑警大隊的監視小組 立刻趕往現場勘驗 發現這個洞探出去 是緊鳴著華南銀行旁邊的建物 也就是延平北路二段90號 建物與華南銀行中間原本是一個35公分的防火箱 但是因為安全考量有些人會跑到防火箱內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因此前後方還有上方都被水泥給封住了 沒有想到竟然有人可以利用這個封閉的窄小空間 鑽洞通往金庫 金庫的外牆是深達45公分厚的水泥鑽造的外牆 那裡面還有一層一吋厚的鋼牆 這是極為罕見的手法 要通過重重難關 並且在沒有人發掘的情形下 使用專業技術破牆 才能進入金庫內倒走的9000萬 各位這不是在演電演 因此劍士與刑警小組都是感到非常不可思議 這個洞的大小長寬大約是30公分 只容許比較瘦小的人通過 一條電線就從洞口延伸到金庫中央 地板上則擱置著歹徒留下的各種作案工具 包括電鑽、圓具、鐵檢、螺絲起子、鐵橋、膠布、白色手套 警方從這個電線開始查起 這樣這麼一拉 發現他是通往不只90號 還有閻屏二段的這個88號 當時這棟建築的二樓正在施工 電線在越過90號的三樓樓頂 在這邊可以看到歹徒挖穿的女兒牆 還有她留下一雙手套與一組麻繩 金庫三樓的外牆 只有兩個用粉筆畫的兩個小圈圈 那這一定是歹徒做的某種記號 在警方勘頁完成以後 對歹徒的作案手法是有一定的了解 他們將這個神秘集團命名為 華銀穿牆人 根據現場破壞的痕跡 還有留下的工具研判 案件的複雜程度非常高 估計起碼有四個人組成的這個穿牆人團隊 穿牆人先在銀行附近 勘查地屋地形 確認出入境以後1994年底 剛好就是正在進行激烈的選戰 趁著大家都在觀看選舉新聞 穿牆人就打算進入銀行 先在88號的工地偷店 再潛伏到90號的屋頂 找船高度不到1公尺的矮小女兒牆 取出26塊鑽石 從4公尺長1公尺寬的洞內 使用麻繩進入了密閉的防火箱內 錘掉下去以後 先以電鑽等工具 沿著磚牆的契合處 召開了金庫外牆 過程中盡量放低音量 事後警方調查附近靈體的說法 那個晚上 是沒有任何人聽到聲響的 穿牆人在雨缺燒開了鋼製內牆 這才得以進入金庫 警方發現這個穿牆人他很清楚的知道 要先破壞牆角的紅外線警報系統 再用鐵敲敲開現金櫃的門 將所有簽文鈔票裝在袋內 並一一用麻繩輸送現金到外面 然而過程當中 其實是有某個動作有驚動到保存系統 華南銀行是由星光保存公司承攬業務 根據他們的記錄 在12月3日晚上9點27分 還有10點07分 分別有接到金庫警報 保存人員個個都是標形大漢 迅速前往查看 但是金庫是電視所要到隔天早上才能開啟 保存人員即時到場 也沒辦法進入金庫查看 當天警報系統想第二次的時候 保存也有聯絡銀行的三名聯絡人 看是不是可以開啟金庫讓我們徹底檢查 但是銀行的三個聯絡人 當時是沒有聯絡上的 當下銀行的門口還有金庫的外觀 都沒有任何的異狀 所以就是被判定為誤判 保存人員看一看沒有事就回去了 殊不知 其實川強人正在金庫後方 無鬼搬運 保存人錯失了黃金機會 那為什麼金庫沒辦法隨時開啟檢查呢? 這邊就要講到一個案外案 在1983年 也是華南銀行 和平東路分行的林詠全經理 他遇上了台灣治安史上 最狡猾恐怖的智慧犯 胡管保 胡管保威脅林經理 你給我打開這個密碼鎖 他就打開這個金庫 倒走的巨款 而後再讓林經理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從此以後財政部下令 把所有的金庫都改成密碼定時鎖 也就是說金庫的門鎖要打開的話 除了密碼 你還要具備開鎖的時間才能進入金庫 那一般來說 銀行每天關門以前 都會由隔天上午負責開啟金庫門 取出營業現金的箱裡去設定一個時間 也只有他有辦法在特定時間內開啟金庫 這就是為什麼星光保全 雖然有聽到金庫的警報 卻束手無策的真正原因 警方大致上知道穿強樑的做法 但是還有一些疑點無法釐清 第一個就是穿強人 好像很知道金庫內部結構的構造 華南銀行大稻城分行的金庫裡面 是有兩個保險櫃 有專門放巨額限款 另外有七個是公文櫃 裡面存放著外幣、有價證券 還有貸款的文件 也就是比較重要的 而穿強人潛入以後就這麼剛好 只敲開最有價值的現金櫃 然後裡面就放了整整一億元 另外一個保險櫃還有七個公文櫃 都沒有打開、都沒有損失 也就是說 他為什麼會很精確的知道 現金是放在哪個鐵櫃 很奇怪 還有穿強人打動這麼精準 一打開就是金庫的所在位置 所以警方懷疑 竊賊可能知道華南銀行的一些內傾 也許是內部人士有提供他們一些金庫的消息 那前面有說到 專動位置在防火箱內 但是正確來說 這也不是防火箱 這已經完全是有磚牆封閉的一個很密閉的空間 即使當地的居民也不一定知道有這個縫隙 因此要知道這個地點的缺陷地形 還有金庫的相對位置 除非是熟門熟路的人 那是誰可以獨自精準的完成以上的作業呢? 因此警方推測 穿強人絕對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整個專業的竊道團隊 那麼有的人是負責把風 有的人擁有磚洞切割了技巧 有的人負責搬運金錢 需要技術包括了精通電焊土木建築 還要了解保險櫃的特性 尤其是搬運鈔票 大家都知道9000萬的千元鈔 總共是141公斤 如果沒有相互合作 任務會過於艱難 於是警方研判起碼有4個人的方案 這也是合理的一個推斷 那刑警首先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實際走一遍路線 第二個就是清查所有可疑的對象 台北市警大同分刑警組在12月7日 由一名身高165公分體重50公斤 身形較為瘦小的園警模擬穿牆人的路線 一路從華影旁邊的88號、90號 綁著繩索進入40公分的密閉防火箱內 最後抵達金庫 發現整個時間大約只用了3分鐘 在爬行與吊掛的過程 園警有注意到 大樓縫隙之間不是會有一些突出的鐵條嗎? 全部被鐵監給剪出 可見這個穿牆人的細膩程度 在清查對象方面 大同分局也同樣投入大批的精力 來全力偵辦這個有史以來竊到金額最高的答案 在清查路線以後 警方認定穿牆人就是以88號的工地去潛入 可能是以假借工人的名義 或是臨時工加入工程 公然進出工地 進一步調查發現 88號這個房屋在整修前是處於空屋的狀態 直到切案發生20多天前 才有工人開始進駐 因此以時間點來算 似乎與本案有直接的關聯 工地施工同時有水電工、泥水工、木工等等 由於任務各不相同 因此有不同的承包商 是彼此互不認識 穿牆人大油大白在工地進出 甚至可以明目張膽 攜帶大量工具 也不會有任何人起疑心 所以警方就清查所有工人的身份 還有銀行的行員 從基層到高層主管 全部都問了一輪 那警方也知道 你穿牆人在作案前 一定有多次看查地形 於是調出了附近監視器的錄像 還有銀行的營業廳 兩個月以來總共51捲的影像 地毯式的觀看 然而上述的做法 都完全沒有找到任何刻意的對象 那最離譜的是 穿牆人還沒找出是誰 1994年12月8日 華南銀行又出事了 這次是西門分行 一名正在服役的海軍中衛 竟然頭戴黑色的滑雪帽意圖打結 但幸好銀行員是滿機警的 立刻暗下禁令 駐衛警果斷壓制下 沒有任何人受傷 也沒有金錢上的損失 只能說那是一個台灣前燕角木的時代 夜市治安敗壞的時代 敵民錢的夜晚總是最黑暗的 順帶一提 華南銀行因為穿牆人損失了9000多萬 雖然保險有給付 但是只能零到7000萬 也就是說他們要自行負擔2000萬的損失 加上影片開頭所說的有700萬遭解 也難怪華南的高層非常無奈 只說了一句 為什麼又是我們 好那再說回到這個中衛選擇放案的時刻 其實那個時間呢 銀行的錢早就送到了金庫不再出納事 對於銀行內部的運作 這個中衛完全不了解 只能選擇以非常幼稚粗糙的手段 最後當場遭到逮捕也就不意外 不過從此案也可以對比出 穿牆人的可怕之處 穿牆人他知道銀行的弱點 故意選擇在最甜的時刻 一點一滴的將9000萬 神不知鬼不覺的搬予以空 最詭異的是 案發當時的金庫閉錄電視 剛好因為不明原因沒有啟動 所以以至於沒有錄下影像 簡直是所有的天時地利人和都到齊了 才讓穿牆人逍遙法外 這個案件看起來真的是太絕望了 不可能破案了 不過大轉折來了 一名資深的員警竟然讓穿牆人落網了 1995年1月13日 北市警保安大隊三中隊 有四個巡邏的員警 晚上8點40分 經過巴德路勞河街口 剛好遇到一個人 其中一名警察叫做魯炳昌 他是警戒的老鳥 警校92期畢業 連父親也是資深的刑警 因此具備深厚的職業敏感度 魯炳昌元警 跟一面而來的這個人 兩個人對到眼 發現這個對方是眼神閃爍鬼鬼祟祟 魯姓元警 直覺這個人是有異狀的 馬上爛下他 他就是林靜發 32歲 那這個四個警察呢 就查他的身份證字號 發現林靜發因為福德街的幼稚園切刀案件 正在被通緝 他身上有貸8萬元的現金 還有五張提款卡 那魯姓元警呢 總覺得這個人 除了這個學校切刀案 他就是有一種直覺 有一種感覺 認為他還有做更大條的案件 於是上了警車以後 就順口問後座的林靜發 你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林靜發很心虛說 你怎麼會知道 對啊 帶回警局以後 繼續套話 不只我們知道 整個黑白兩道的人都知道 全世界的人都在找你 那剛剛有說到 林靜發身上有帶五張的提款卡 那每個提款卡的存款 都有30萬元以上 這些錢的來源是非常可疑的 進一步征訓的時候 警方就針對這個錢來問他 被逮捕是小事 但是要是被黑道逮到 你的錢全部會被糞光 甚至我們也很難保證 你的人身安全 你已經走投無路了 不如好好的跟我們警方合作 只有好沒有壞 這一招就奏效 林靜發果然完全承認 華銀穿牆人就是他 而且不只是這樣 他還同時認了另外兩件案子 第一個就是三重市某學校的保險庫的切案 第二個是聯邦銀行東台北分行事件 而後有了犯人的自白 警方在晚上10點 進入林靜發吉林路的租屋處 賀蘭發現 在化妝台下 有16捆千雲鈔票 1600萬元到手 鈔票上面還有華南銀行的張戳 床部底下有20多袋的硬幣 總共在這裡找到了1658萬元 接著根據他的自白 再到延平北路二段的86號廢棄公寓 三樓樓頂的套房 再找到了334萬元 因此光是現金大約就有1900萬 再加上林靜發另外將148萬元 分別存入五家銀行還有郵局 大約就是2000萬 這些現金張款先暫時由華南銀行領回保管 全案宣告偵破 然而還是有兩點令人疑惑的地方 沒有獲得解決 銀行丟失了9000萬 但是在林靜發身上只找到2000萬 請問剩下的錢去哪裡了? 還有林靜發落網以後 不斷的說是自己犯的 這跟警方原本預估的四人團體差異非常的大 難道只有一個人可以成為穿牆大盜嗎? 林靜發這個人究竟又是誰呢? 接下來我們從他的角度來切入整起事件 林靜發年輕的時候就在江湖走跳 出路都是在台北松山區一帶 家裡經濟狀況是很差 於是動了歪念頭 開始各種刑切 直到1985年 在松山區某間學校偷保險箱 施封被逮 被判處7年保安處分 他在綠島蹲了4年 監獄是一所社會大學 非但沒有教化功能 反而是罪犯之間 擁有互相學習技巧的機會 林靜發在獄中跟各路高所學到 銀行金戶的運作模式 他自己也很用心的收集各種資料 在獄中無意間得知一則報導 有一間銀行被歹徒 利用土頓方式入侵 他從中得到一個靈感 欸?別人從地下 我可以從旁邊啊 1992年7月 他從監獄大學畢業以後回歸社會 仍然繼續走回頭路 離不開偷東西的老本行 1993年7月 再度因為竊道安被台北法院判刑一年 他沒有道案執行 從此就變成了同棋犯 林靜發知道他遲早會在路間服刑 打算做一票大案 然後服刑結束以後就可以享清府 於是開始執行穿牆人計劃 每天他就搭著公車在台北市區繞來繞去 只要經過銀行 他就會記錄這間銀行附近的樣貌 他是有目的尋找 旁邊剛好有新建房屋工程的銀行 不符合標準就跳過 而後他就實驗性質了 測試了兩家銀行 分別是台北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還有巴德路的華南銀行 確實有召開銀行的外牆 得知這個牆的厚度大約是多少公分 以及更重要的是 挖掘的過程 只要金庫的牆壁有不正常的震動 一定會觸動金庫的警鈴 這個時候保全人員幾分鐘會抵達銀行 他發現保全人員抵達銀行以後 通常就是例行查看而已 然後就離開 雖然這兩間銀行 因為有被人募集到 因此中途放棄 但是實戰經驗中 他學到了一些技巧還有人性 而後 林進發繼續搭乘公車 繞著台北市 又被他鎖定目標了 1994年5月 他發現聯邦銀行東台北分行 隔壁剛好有在施工 只要有施工就可以掩護他的身份 他就先用電鑽裝開了金庫的外牆 測試出聯邦銀行的警報是沒有反應的 5月27日晚上 他就直接用工具 將聯邦銀行的外牆打穿 再用電焊機燒穿了金庫的鋼板 沒有想到 這打動位置是有一點偏誤的 距離真正放巨款的保險櫃 還有隔了一道鐵柵欄 他只好草率的拿了4萬元美金 那過程中因為慌亂 他犯了最大的錯誤 將呼叫器遺留在現場 林靜發知道警方不會放過這個錯誤 加上通緝案在身 他形勢開始非常的謹慎 年輕妹妹結婚 他也不敢到場祝賀 過著離群寡居的生活 幾乎不跟任何人交談 聯邦銀行事件他只得手4萬美金 這與他退休的理想數字實在是差太遠 林靜發決心再做最後一筆更大條 那就在1994年11月他坐公車 經過延平北路二段的華南銀行 立刻發現 這就是他心中完美的一個標的 88號在施工 90號是空屋 在隔壁就是華南銀行的金庫 他心裡想 這就是終局至戰了 身材瘦小他 為了獨自搬運百公斤的錢 他每天都斷念體能 一天跑一萬五千公尺 他先從正門打算潛入90號 但是不巧被一對男女給募集 他們也是慈安唯一的募集者 之後改成從後方的明樂街翻牆進入90號 並且偷接了88號工地的店員 後面就跟刑警推測的一樣 先是挖掉90號樓點與銀行之間的女兒牆 從上方垂降 開始挖掘了銀行的外牆 他都是用晚上工人收工以後的時段來作業 每天緩慢的挖掘 挖了一段時間 還會刻意停下來 走到華南銀行對面抽個煙 觀察保全有沒有過來查看 順便休息一下 就這樣一天只挖一點點 都沒有人發現 挖了整整一個月 終於在12月2日的晚上 招穿了金庫 擋在洞的前面是一個鐵櫃 所以他把鐵櫃推倒 砰發了一聲巨響 一進金庫 他也不急著拿錢 而是環顧四周 他就看到天花板 有一個紅外線警報系統 先將這個系統破壞 耗枕以下的先撤退 等到隔一天星期六 省長市長大選 警力都集中在開票所 這時候臨進展很悠閒的 再度進入金庫內 敲開鐵櫃 拿走9000萬現金 將一捆又一捆的鈔票 以塑膠袋分裝成10袋 調掛這些錢到屋頂 做完這些動作 他的提議已經到達極限了 只好將炒帥了300多萬 然後剛好86號也是空屋 就藏在86號3樓的木床底下 他又從永樂市場找來了水果紙箱 其他千元鈔票就分成四大紙箱 再一箱一箱的運到了明樂街 體力透支的林進展 先將三個紙箱放置在明樂街71-1的 防火箱的角落 那個時候是晚上11點 剛好有一個40多歲的富人出來倒垃圾 他就看到了林進展 心虛之下只抱走了一箱 叫了一樣計程車回到吉林街的租屋處 稍後再回到明樂街以後 有三箱巨款大約是7000萬元 已經消失不見了 直到今天都還找不到 那警方就聽了林進發的說詞 也實際請他在現場展示了他的方案手法 確認他真的是一個人 可以做到起碼要四個人才能完成的專業工作 其實聽到這邊警方也是蠻感慨的 林進發他是聰明 但是把聰明用在這種地方危害社會 非常可惜 錯的事情就是錯的 所以在這邊提醒大家 林進發的招數 用在現代的社會 由於科技進步 金庫的防範 措施全面升級 我們現在再用他的方法 絕對不可能得逞 況且 花著腳踏實地賺來的錢 不用提心吊膽 我想你會比較快樂 至於為什麼他一挖 就可以挖到金庫的位置 原來是林進展他有到銀行內 假裝要開戶 實際上他是觀察金庫在哪個位置 並且同時數著地磚 一塊兩塊三塊 藉由目測與心算 推敲出金庫真正的位置 在偷到巨款以後 他提心吊膽的生活 將近兩千萬元現金 就整齊的放在他的房間內 他就跟兩千萬睡在一起 要出門的時候 也不會算多少錢 就順手湊了一疊鈔票 每天到饒河夜市吃飯 再從松山車站 搭火車到台北車站附近逛街 那有一次 饒河夜市有一個命相師 特別把他攔下來 對他說 這位先生 我看你會很有錢 但是你即將遇到無法化解的劫難 果然沒幾天以後 林進展就在饒河夜市附近被逮捕了 賊心改白 之後入獄服刑 大約在2003年 再次回歸社會 又從監獄大學畢業了 這一次他做貨運相關的行業 逐漸就淡出了櫻光幕 至於七千萬 究竟跑到哪裡去了 真的是只有林進展一個人做嗎 還是他有所隱瞞呢 直到今天 沒有人知道答案 如果你在台北 在某個巷口 有看到三箱水果紙箱 裡面長滿這樣子的一個鈔票 那也許你破了一件大案子 快點 天啊 有自然 還想要是 或是天啊 有自然